我們把上次上課所講的這個例子 很快的再先把它review一下 那基本上呢 現在在螢幕最右下角 我們用藍色筆圈起來的這個數字 就是所謂一個BCD的一個編碼 二進字編碼十進字數字 它還是一樣是用二進字來做編碼 所以這個數字呢 只會出現0跟1 但是它直接表達出十進位的訊息 也就是說裡面每四個位元 例如說現在綠色筆所圈起來的這四個位元 就代表著十進位一個位數 那這也就是0011 我們知道說轉成十進位就是等於3 所以最右手邊這四個位元 就代表著十進位裡面的個位數 那另外四個位元 例如說在左手邊這四個位元 0001 那它也是代表著十進位的一個位數 那二進位的0001 轉成十進位的話是1 所以它直接就是代表十進位裡面的十位數 那這就所謂BCD的一個編碼 那BCD全名稱之為是一個 Binary Coded Decimals 也就是二進字編碼十進字數字 那這個全名跟翻譯我們上一次三個都跟各位介紹過 那我看一下這些投影片上面的一些文字上面的敘述 第一點 那所謂BCD編碼就是說 十進位數字裡面每一個位數 each digit每一個位數 我們用BCD編碼時候 都是用一個四個位元大小的二進字編碼來表示 那也就對應到底下這些表格 十進位的0編成BCD是四個0 十進位的1編成BCD是0001 那1之類推下去到最後一個十進位裡面的9 那編成BCD的話就是1001 那因為BCD編碼是用四個位元 四個位元 那我們知道說四個位元的話 2的四之方是等於16 一個四個位元的二進字編碼總共有16個組合 那事實上呢 BCD編碼只會用到它前面十個 只會用到前面十個 也就從00開始 一直到1001 BCD編碼只會用到這六個組合裡面的前面十個 那至於後面六個 後面六個也就從1010開始 一直到哪裡 一直到這個1111 後面這六個 這六個二進字的編碼它不是BCD編碼 所以它並不是BCD的一個編碼 所以一個正確的BCD編碼只會出現前面這十個 後面那六個呢 對於一個正確的BCD編碼也是不會出現的 那這是有關於BCD編碼的部分的介紹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課本上面的例題2-33 還有例題2-34 那這兩個例子練習的就是 十進位數字跟BCD編碼之間的轉換 那我們先看一下例題2-33 裡面的這個D小題 那2-33裡面D小題是說 給各位以致一個十進位的數字 所以2469是一個十進位的數字 那請各位把這個十進位數字呢 轉成BCD的一個編碼 那在轉換過程時候呢 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每一個十進位的數字 轉成BCD編碼的時候都是幾個位元 都是四個位元 每一個十進位的位數呢 轉成BCD編碼的時候都是四個位元 那麼這一題題目所給我們的這個 十進位數字有幾個位數 他有四個位數 也就是有四個digit 那換句話說我們剛剛講的 每一個位數轉過去之後 都是四個位元 那現在四個digit 所以最後轉出來 結果應該是會有16個位元 那也就是說最後這個轉成BCD 這個編碼的答案 從頭到尾必須要有16個位元 那麼這個就是在解題過程時候呢 我們先看了一下 最後出來答案 絕對必須是16個位元 那我看一下這16個位元的正確的答案 那當然各位就把每一個位數 直接轉成四個位元的這個二進制編碼就可以 例如說各位數 各位數是9 那9的話是8加上1 所以轉成四個位元之後是1001 那麼十位數是6 那6的話呢 是這個4加上2 所以轉成BCD編碼的話是0110 那百位數的話是4 那所以轉成這個BCD編碼的話是0100 那千位數是2 那轉成BCD編碼之後是0010 是0010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把每一個十進位的每一個位數呢 轉成四個位元的BCD編碼 那接下去各位就頭尾把它接起來 那頭尾接起來的話就形成一個總共有16個位元 總共有16個位元的BCD編碼 那這是例題2-33裡面的D小題 好那接著我們再看下一個例子 那下一個例子是說 已知一個BCD編碼 所以這是一個BCD的一個編碼 那請各位把這個BCD編碼呢 轉成十進位 換句話說 它轉成十進位之後的答案 會等於多少 那我們先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題目所給我們的這個BCD編碼 各位數一下它有幾個位元 那如果各位先數一下它有多少個位元的話 它總共有16個位元 它總共有16個位元 那我們知道說轉換過程的時候 是每四個位元對應到十進位一個位數 每四個位元對應到十進位一個位數 那16除以4等於4 所以告訴我們說 最後轉成十進位之後的答案 應該是有四個位數 應該是有四個位數 那我們看一下這轉換的過程 那基本上這個轉換的過程呢 那各位只要每四個位元把它抓出來 那從最右邊開始你抓四個位元 那這四個位元的BCD編碼0000 那轉成十進位之後當然還是0 這就是代表十進位裡面的個位數 十進位裡面的個位數 然後呢 再往左手邊再抓四個位元 01 11 也就是1加上2加上4 那轉成這個十進位之後呢 等於7 那這就代表說十進位裡面的這個十位數 是等於7 那繼續呢 你再抓四個位元 那這四個位元的話 0100這個1的話 是對應到4 所以轉成十進位之後是等於4 也就是說十進位裡面的百位數 是等於4 那最後你再抓四個位元 那這四個位元的話 1001 這裡兩個1的話 就是對應到8跟1 18加1等於9 所以十進位裡面的千位數 是等於9 那這樣子就是說 你今天從BCD轉到十進位 那基本上就是每四個位元的BCD編碼 會轉成十進位的一個位數 那最後轉出來答案是9470 好 那這是例題2-34 裡面的C小題 也就是練習由BCD轉到這個十進位 好 那到這例子 各位對BCD編碼有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介紹格雷碼 Grade code 課本上面大概86頁的地方開始 Grade code 我們中文把它稱之為是這個格雷碼 好 那接著我們先跳到下一頁投影片 下一頁投影片內容介紹完畢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這頁投影片的文字的敘述 那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課本上面表格2-6 那表格2-6是以這個四個位元的格雷碼 來介紹格雷碼到底是什麼 首先各位先看一下 現在這個表格裡面的第二個欄位 也就紅色箭頭所指的這個欄位 那基本上這個第二個欄位 這個第二個欄位是一個標準的四個位元的二進制編碼 它是一個標準的一個四個位元的二進制編碼 那我們知道說一個標準的一個四個位元二進制編碼 就是從0000然後是0001然後是0010 那這樣子一直下去到最後一個是1111 那這標準的四個位元二進制編碼 如果轉回到十進位的話 也就是對應到這個表格裡面的第一個欄位 藍色箭頭所指的 就是轉成十進位之後會等於0等於1等於2 那這樣子一直對應下去到最後一個是等於15 那也就是說現在這表格裡面 紅色箭頭所指的是一個標準的四個位元的二進制編碼 那對照到綠色箭頭所指的就是說轉回到十進位的話 是0到15 那標準的四個位元的二進制編碼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任意兩個編碼之間 有幾個位元會變化 我們現在例如說 我們現在就只把前面這五個編碼 的畫面局部換大家看 那這也就對應到十進位的話 是0 1 2 3 4 那各位看一下 相0兩個編碼之間有幾個位元會變化 從0到1一個位元會變化 我用這個藍色比標示 從1到2兩個位元會變化 2到3一個位元會變化 3到4三個位元會變化 那例如說我們在抓其他的一個地方來看一下 例如說現在如果各位看一下這個 從這個7也就是0 1 1 1 接到下一個編碼 1 0 0 0 請問一下幾個位元會變化 四個位元全部變化 對不對 四個位元全部變化 所以換句話說呢 從0到1 這裡只有一個位元會變化 那麼從1到2 這裡有兩個位元會變化 從3到4這個地方 有三個位元會變化 那從7這個地方 到8這個地方 有四個位元會變化 所以基本上呢 一個標準的二進制的編碼的話 任意相鄰兩個編碼之間 有幾個位元會變化 不一定 可能一個位元變化 可能兩個位元變化 可能三個位元變化 可能四個位元變化 都有可能發生 對不對 那麼這是標準的二進制的編碼 那各位再看一下第三個欄位 第三個欄位呢 就是把這個四個位元的二進制編碼呢 我們知道說四個位元二進制編碼 二的四次方等於16 有這16個編碼 這16個編碼 我們排的順序 稍微把它重新調整一下 不按照標準的二進制編碼排了 但是這個排法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 在什麼地方 有沒有同學注意到 現在這些重新排列之後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 任意相鄰兩個編碼之間 永遠只有一個位元會變化 任意相鄰兩個編碼之間 永遠只有一個位元會變化 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我們用0000 對應到實境位的0 用00001對應到實境位的1 然後用0011對應到實境位的2 那一直推下去 那各位可以發現到 這是不是標準的二進制編碼了 不是 但是它最重要的特色是什麼 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說 任意兩個編碼之間 永遠都只有一個位元會變化 也就是我們現在螢幕上面用 綠色筆標示的地方 那甚至最後一個編碼 接回到第一個編碼 一樣還是只有一個位元變化而已 最後一個編碼 1000 接回到第一個編碼 0000還是一樣 只有一個位元變化而已 那這種特殊的排列的順序的編碼 我們就稱之為是 格雷碼 格雷碼 就稱之為是格雷碼 格雷碼 格雷碼 跟標準的二進制的編碼 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它最大的特色在什麼地方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任意相鄰兩個編碼 你從其中一個編碼 接到下一個編碼 也就是任意相鄰兩個編碼 之間永遠都是只有一個位元會變化而已 永遠都只有一個位元會變化而已 那麼這就是格雷碼最重要的特色 那因為有的這個最重要的這個特色 也賦予格雷碼有一個優點 它的優點是什麼 它可以降低發生錯誤的機會 可以降低發生錯誤的機會 那到底為什麼這個只有一個位元會變化的這個特色 可以讓格雷碼在使用的時候 降低發生錯誤的機會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後面有一個應用的例子 用後面這應用的例子 來說明剛剛所講的 格雷碼可以減少降低發生錯誤的機會 我們看一下課本上面圖2-7 圖2-7所介紹的這個例子 格雷碼它的一個很基本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應用地方 就是用在所謂編碼器 encoder 編碼器 那什麼叫編碼器呢 基本上如果各位 在任何一個關節上面呢 你需要知道就是說這個關節轉到幾度 你需要一個感測器 鑽在那邊 你才有辦法回溯它轉動的角度 或者說各位到大三大四 修一些所謂伺服控制的課的話 那所謂伺服馬達上面一定都會 搭配有一個感測器 那個感測器一定要回溯 這顆馬達轉動的角度 已經轉到幾度去了 那我們需要一個感測器回溯這個角度 那這個感測器就是編碼器 就是個編碼器 那例如說圖2-7所看到這個圖呢 是一個三個位元大小的編碼器 是一個三個位元大小編碼器 那這三個位元大小編碼器呢 在編碼的時候 你可以採用標準的二進制的編碼 左邊這個圖 那右邊這個圖呢 同樣三個位元大小的編碼器 但是用採用格雷碼的 三個位元的格雷碼來做編碼 那編碼器是什麼運作的呢 那基本上課本上面圖2-7 所給各位這圖是立體圖 那我們在後面幾頁頭文片呢 把它轉成平面圖 比較好說明 我們看一下這些頭文片 一個平面圖 那一個三個位元大小的編碼器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圓盤上面 這個圓盤上面會有三個同心圓 所以這個代表是一個同心圓 然後這是第二個同心圓 第三個同心圓 那麼這每個同心圓上面呢 一個三個位元大小的編碼器 2-3次方等於8 所以從頭到尾分成8等份 那每個同心圓上面呢 你可以把它做成什麼 可以做成會反觀跟不會反觀 例如說現在螢幕上面 綠色筆的部分代表說 那個部分不會反觀 白色筆的部分代表會反觀 那麼這個解碼器呢 上面就會有雷射頭 會去讀取 會有雷射頭 也就是說各位 如果回到前面這頁頭文片來看的話 有這個雷射的 你可以用紅外線 或者是雷射的這種讀取的頭 那基本上呢 就是你可以利用會反觀 不會反觀 那例如說假設 例如說現在假設 你三個雷射頭呢 正好落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你雷射打出去之後 所碰到的平面是不會反觀 那不會反觀的話 讀取回來之後 你就是解釋為0 所以換句話說 就會編出一個編碼 000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假設 如果假設我們現在雷射頭 所在的位置呢 正好是在哪個位置 正好是在這個位置 那在這個位置的話呢 最外面這一圈 跟中間這一圈呢 不會反觀 那不會反觀的話 我們讀取出來的話 把它解釋為0 然後最裡面這一圈呢 會反觀 那會反觀的話 雷射頭呢 讀取之後呢 就把它解釋為什麼 就把它解釋為1 那當然在這裡面 這三圈呢 最外面這一圈呢 我們假設它是最大有效位元 最裡面這一圈 假設是最小有效位元 那經過這個雷射頭讀取之後 我們可以輸出一個編碼001 那麼這就是所謂一個編碼器 那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轉盤轉到不同角度的時候 你的雷射頭讀取出來 會做出不同的編碼 那透過不同編碼 你就知道這個轉盤轉到幾度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利用一個編碼器 當作是一個感測元件 那這個感測元件 最主要是要感測什麼訊息把它回溯 最主要是要去抓角度的訊息把它回溯 好 那這是我們剛才先介紹什麼叫編碼器 那今天這個編碼器 你可以用標準的編碼 標準的二進制的編碼器 像這頁投影片 我看到是標準二進制編碼 000下一個是001 001下一個是010 這是標準的二進制的編碼 那接著我們先跳到下一頁投影片 這頁投影片是說如果改用格雷碼 那各位看一下格雷碼的話 三個位元格雷碼 000下一個是001 001的下一個是011 因為格雷碼只能只有一個位元變化 那這個時候呢 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任何的製程絕對有誤差 任何一個東西在製造出來時候 生產的過程絕對有誤差 絕對有誤差 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那例如說什麼東西 我們看這頁投影片 這頁投影片就是假設製程有誤差 那當然一個精密的製造的話 一個非常高階的精密製造的話 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肉眼是看不出來那個誤差 但是你放在顯微鏡底下去 放大一千倍一萬倍 你還是絕對看得到有誤差存在 也就是說你製造過程越精密 還是會有誤差 只是誤差比較小 那我們現在為方便說明起見 故意把這個誤差把它誇大放大來看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只看左下角這一塊 左下角這一塊 假設製程有誤差 如果是零誤差的話 照理講應該做到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個界線 應該是在這個黑色這條線上面 但是很抱歉 我們假設它製程有誤差 那假設的中間 三個同心圓裡面 中間那個同心圓製作的過程有誤差 這個不會反觀的部分 跟會反觀的部分的界線 你應該要做到哪個地方才正確 應該要做到這個地方才正確 但是很抱歉 製程有誤差 卻做在哪邊 紅色筆所標示的這個地方 那一旦做到這個地方 各位就發生 發現一個問題了 不應該出現的編碼出現了 就在這個小小的區間裡面 跑出一個不該出現的編碼 這個編碼是011 一個標準的二進制編碼 001的下一個編碼 正確的編碼應該是010 但是現在因為製造的過程 絕對有誤差存在 那絕對有誤差存在的話 變成就是說 你所做出來的這個編碼器 001這個編碼的下一個編碼 會出現一個不應該出現的011這個編碼 然後011這個編碼結束之後 才會跳到正確的010這個編碼 換句話說 這裡出現了一個紅色筆所圈起來 這一個不應該出現編碼 雖然它出現的範圍非常小 但是就是不應該出現 那這是你採用標準的二進制編碼 會產生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這個問題最主要就是因為什麼 各位仔細看一下 請問一下 001這個編碼跟010這個編碼 兩者之間有幾個位元變化 兩個位元變化 就是因為它有兩個位元變化 才會產生這個不應該出現的編碼 那這是採用標準二進制編碼 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你改用格雷碼的話 結果會是什麼 那現在這些通訊片是說 如果是改用格雷碼的話 那也假設製程有誤差 我們就只看右下角這一塊 那右下角這一塊一樣 如果你的製程0誤差的話 照理講這個應該要做到這個地方 這整個綠色的部分 應該要做到黑色這一條線的地方 才代表雷誤差 但是因為所有的製程絕對有誤差 那各位看一下現在有誤差產生了 那有誤差產生之後各位看一下 會不會像剛剛二進制編碼一樣 跑出一個不應該出現的編碼 不會 001這個編碼 下一個編碼是011 它下個編碼還是011 不會跑出一個不應該出現的編碼 只是有一個小缺點 什麼缺點 001這個編碼跟011這個編碼 他們的界線如果是0誤差的話 界線應該在哪裡 如果是0誤差的話 界線應該在這個地方 但是現在因為製程有誤差 他們界線跑到哪裡去了 跑到紅色筆所標示的這個地方去了 所以基本上 他只有一個小缺點 這個界線會跑掉而已 但是會不會跑出不應該出現的編碼 不會 那為什麼他不會跑出不應該出現的編碼 因為他兩個編碼之間 只有一個位元變化 兩個編碼之間 如果只有一個位元變化的話 頂多只是這個界線有誤差而已 但是不會出現 不應該出現的編碼 那如果各位回到這個二進制編碼 把這個來看的話 今天任意兩個編碼之間 只要他們有兩個或者是兩個以上 也就是大於等於2 只要有兩個位元變化 或是兩個以上的位元發生變化的話 那麼都會有這種不應該出現的編碼出現 那這也就是採用二進制編碼的缺點 那補充完這個比較之後呢 我們回到剛剛這個 這頁投影片來看 那這也就是說明了為什麼 採用格雷碼 它最主要優點 可以減少降低發生錯誤的機會 所以格雷碼最主要的用途用在什麼地方 就是剛剛所講的應用的例子 用在編碼器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格雷碼最主要用途是用在編碼器的地方 那格雷碼可不可以用來做數值計算 那格雷碼不行 上面第一點有告訴各位 格雷碼你不可以用來做數值的計算 標準的二進制編碼才可以用來做數值計算 那格雷碼不可以 那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格雷碼你不可以用來做數值計算 請問各位一下 我們就是把其中一小部分 例如說這 抱歉 例如說我們把這兩個格雷碼抓出來看 請問一下上面這個格雷碼加1之後 有沒有等以下這個格雷碼 沒有對不對 所以可不可以用來做數值計算 不行 所以格雷碼不可以用來做數值的計算 好 那格雷碼部分我們介紹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格雷碼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在課本上面 92頁這個地方 所提到的一個 parative bit 中文我們把它翻譯為所謂 同位元 我們把它翻譯為所謂同位元 好 那同位元到底是做什麼事情 我先另外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講完之後 我們再回到剛剛頭影片 所講的這個同位元的部分 我們現在假設有四個位元的資料 我現在假設有四個位元資料 我要從假地傳送到乙地 那這四個位元資料 我假設是哪四個位元資料 我假設說是這個 1011 這四個位元的資料 那這四個位元資料 我現在從假地傳送到乙地 例如說可能會透過網路傳送 從假地傳送到乙地 那例如說也有可能是 你電腦呢 你的PC呢 外接一個外接式的硬碟 透過USB外接式硬碟 所以你可能會透過USB的線 從假地傳送到乙地 那但是呢 我們在傳送過程很擔心一件事情 你一個二進制的資料 從假地傳送到乙地 在傳送過程會不會變值 對不對 在傳送過程 資料會不會變值 我假地在傳送的時候 是傳送1011 乙地接受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收到 百分之百正確的1011 那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需要有一個四單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試探機制做什麼事情 要檢查一下傳送的過程的資料 是不是保持原來正確的資料 有沒有發生錯誤 那現在在傳送過程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來檢查傳送過程是否有發生錯誤 我現在有這四個位元的資料要傳送 但是在傳送之前 我會先把這個1011 這四個位元的資料 前面故意再多加上一個位元 也就說這個1011 那這四個位元資料 我前面故意再多加上一個位元 那例如說呢 我故意加上一個位元 是這個我用綠色筆 所標示這個1 那基本上呢 我加上這個1之後 我為什麼要加上1 或者有同學講說 我也可以加0嘛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要加上1 因為我目的地要保持怎樣 偶數個1 我目的地要保持偶數個1 因為原來1011 3個1是奇數個1 那我加上這個1之後 變成幾個1 變成4個1 偶數個1 那這樣子 本來有四個位元要傳送 那我故意再多加上一個位元 變成五個位元 那加上這個位元 到底是要加1 加0 就是要讓它保持偶數個1 那這樣加完之後 我們再傳送 再經過傳送 不管是網路傳送也好 或者是USB傳送也好 傳送過來 傳送過來 那傳送過來之後呢 是這個假設傳送過程 沒有發生任何錯誤 傳過來之後還是11011 那傳過來之後 接收端會去檢查 接收端會去檢查 是否是偶數個1 接收端它會去檢查 是否是不是偶數個1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就是說 傳送過程沒有任何誤差發生 所以接收之後呢 它一檢查11011這五個位元 沒有錯 4個1是偶數個1 那一旦檢查是偶數個1 OK是偶數個1 那代表說我所收到的資料 是一個正確的資料 那一旦代表我所收到的是個正確資料 那一旦代表我所收到的是個正確資料 但最後最後我還是要把最前面這個位元 這個1呢把它給忽略掉 那忽略掉之後 當然我就只抓出這4個1把它抓出來 抱歉右邊這4個位元抓出來 11011抓出來 那麼這樣子就完成了整個傳送的過程 就完成了整個傳送的過程 那我現在所舉的例子 是假設傳送過程沒有發生誤差 那如果萬一傳送的過程有發生誤差 例如說我假設什麼 我假設接收端收到的訊號 變成是這個110110 這是傳送過程有誤差 因為有可能是電氣干擾所造成的 電線跟電線之間電氣干擾 那假設傳送過程有發生誤差 其中有一個位元變了 好那你這時候在檢查 接收的資料是不是偶數個1 請問一下檢查一下 是不是偶數個1 很抱歉 這個時候是不是ok了 不是ok 不是偶數個1 所以解釋為 收到資料是不是正確的 不是正確的資料 那麼這個時候 這一筆資料 基本上就要放棄掉了 接收端他一檢查 不是偶數個1 那這一整筆資料 全部都要放棄掉了 因為有問題 那通常我們會設計什麼 接收端會傳送一個訊號 給傳送端說 我收到資料有錯 請你再重送一次 那麼這就是一種方法來檢查 傳送的過程 是否有發生錯誤 那麼這裡我們所加上去的 這個1稱之為什麼 在傳送之前會先加上一個1 對不對 這個就稱之為是同位元 這個1就稱之為是同位元 然後現在我們的同位 加上同位元目的地 是要造成偶數個1還是奇數個1 是要造成偶數個1 對不對 所以這種同位元 稱之為是偶數的同位元 這種同位元稱之為是偶數的同位元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同位元 那我現在螢幕上所舉的例子 這種是屬於偶數的同位元 那這例子介紹完之後 同學大概應該稍微了解什麼叫同位元 然後再回到PowerPoint同影片上面來看 我們回到這PowerPoint同影片上面來看 基本上同位元Pariative Bit做什麼事情 錯誤偵測 你在傳送過程的時候 要偵測是否有發生錯誤 我們剛說的例子已經很明顯告訴各位 它是用來做一個Aero Detection錯誤偵測 那同位元怎麼使用 當然在傳送之前 我們現在如果有一筆資料要傳送 在傳送之前要多加上一個位元 那這個位元就稱之為是同位元 那多加上這個位元 同位元你到底是要加一個0還加一個1 你只要確保加上去之後呢 整個數據呢 裡面1總共有多少個 保持固定是偶數或者是固定是奇數 我們剛所舉的例子是偶數的例子 你只要加上0還加上1 只要確保它是固定是偶數或者是奇數 所以同位元有所謂偶數的同位元 也有所謂奇數的同位元 那我們剛所舉的例子是偶數的同位元 那偶數的同位元跟奇數的同位元 可不可以同時使用 你可不可以說傳送端用偶數的同位元 然後接收端用奇數的同位元 可不可以不行 所以基本上一個系統在使用的時候呢 這個偶數的同位元 或者是奇數的同位元必須用同一種 你不可以同時使用 也就是螢幕上面的第三點所講的 你要嗎就全部用偶數的同位元 不然就是全部用奇數的同位元 可不可以兩種同位元同時使用 不可以 你要嗎全部用偶數同位元 不然全部用奇數的同位元 那可不可以兩種同時使用 不可以 那麼這也就是所謂同位元 我們看一下課本上面同位元的例子 在課本上面表格29 有一個同位元的例子 那他這裡是假設說 我們要傳送的資料是一個 四個位元大小的BCD編碼 假設要傳送的資料是四個位元大小的BCD編碼 那如果是採用偶數的同位元的話 就是現在綠色筆所圈起來左邊這個表格 如果是採用偶數的同位元的話 那你加上去的同位元 到底是要加0還是要加1 那答案就是綠色筆正在圈起來的這些 就是答案 那不管你是加0還加1 各位都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最後結果都會保證是偶數個1 都會保證是偶數個1 那你如果是採用激數的同位元的話 那到底是要加0還加1 就是現在用藍色筆正在圈的 這就是他的答案 那不管是哪一個例子 基本上隨便抓一個例子來看 綠色筆所圈起來的這個例子 就是要保證有激數個1 那我剛才講過偶數同位元跟激數同位元 可不可以同時使用 不行 這裡很明顯已經告訴各位了 紅筆圈起來的是採用偶數同位元 綠色筆圈起來是採用激數的同位元 兩者的答案也不一樣 正好相反 所以偶數同位元跟激數同位元 是正好完全相反 所以這兩個偶數同位元跟激數同位元 這兩個系統 你只可以使用其中一個 你不可以兩個同時使用 那有關同位元部分的介紹 我們介紹到這個地方 那同學有沒有問題 這同位元的部分 那第二章我們就介紹到這個地方結束 其他的部分我們就跳過去不介紹 那第二章介紹完畢之後呢 這個也跟先前第一章一樣 有一個作業 第二次作業 那也跟先前第一次作業一樣 各位要到網路教室裡面去進行這個作業 題目還是要是五題 是非題跟選擇題 那今天是星期二 那這個作業 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 那晚上11點以前 各位要到網路教室這個系統裡面 去完成這個第二次作業 題目還是要是五題 是非題跟選擇題 那這一節課剩下的時間 我們把上一次第一次作業的解答 拿出來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一次作業的題目跟解答 那我看第一題 第一題是說 一個Digital Signal 一個數位的信號 它的值Value 從一個值變到另外一個值的時候 是一個很平滑平順的變化 Smoothly 是一個很平滑平順的變化 那是是還是錯 那基本上這一題是錯的 因為數位的訊號 它是一個離散的值 離散的值的特徵就是不連續 所以它沒有辦法連續的變化 能夠連續的變化應該是類比的訊號 才能夠做連續的變化 所以第一題是錯的 然後看一下第二題 第二題是說 一個Digital Data數位的資料 它在process 處理 transmitted 傳送的時候 相對於類比的資料 它的效率Efficiently 比較好 還有可靠度也比較好 那這是正確的 我們再介紹 數位相對類比的時候 有哪些優點 其中一個優點 就是這個第二題 所以第二題的答案 是正確的 那第一題跟第二題是是非題 那第一題是錯 那第二題是對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第三題說 有一個線路 這個線路呢 能夠把analog類比的波形 轉換成Digital數位的波形 換句話說 今天有一個線路 這個線路呢 可以把這個輸入呢 是一個analog類比的訊號 那輸出呢 會是一個Digital數位的訊號 那請問一下這個線路稱之為 什麼東西 那我們知道說 這就所謂要把 類比轉成數位的一個轉換器 也就是ADC 也就是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一個類比數位的一個轉換器 那這是第三題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題 那第四題是說 一個數位的波形 這個波形裡面 從其中一個Leading Edge領先的邊 到下一個Leading Edge之間的這個時間 稱之為什麼 我們把一個數位的波形畫出來 一個數位的波形 我們知道說就是由一個一個的脈衝接起來 那什麼稱之為是Leading Edge 就是每一個脈衝的前面這個邊 就稱之為是Leading Edge 稱之為Leading Edge領先的一個前緣 那麼從一個Leading Edge 到下一個Leading Edge之間的這個時間 稱之為什麼 週期 這就是稱之為是一個週期 Period 所以第四題答案是C 是Period的週期 那這是第四題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最後一題 那最後一題是說 當資料在傳送或者是設定的時候 資料在設定的時候 是經過一條導體 只經過一條導體來設定資料 那請問一下這個最有可能是指什麼東西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指 篡列傳輸的資料 所以這個資料應該是個篡列的資料 一個篡列資料 我們知道說傳送的時候 是只用一條導線在做傳送 所以答案是C Serial Data 那這是先前第一次作業的解答 同學沒有問題 第一次作業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快下課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節課再繼續 所謂這個邏輯閘 那首先這一頁投影片 我們先把在第三章 所要介紹的所有的邏輯閘 都已經全部列在這一頁投影片上面 那基本上我們在第三章 總共會介紹七顆邏輯閘 七顆邏輯閘 那這七顆邏輯閘 我們會分成三個部分 分成三個部分 來跟各位逐一的做介紹 那第一個部分要介紹的是 基本邏輯閘 是基本邏輯閘 basic logic 基本邏輯閘有三個 那這三個邏輯閘 為什麼會稱之為是基本邏輯閘 因為所有的數位邏輯系統 都是由這三個基本的邏輯閘 所構成的 換句話說 它是數位邏輯系統裡面 最基本的三個元件 那這第一個部分 然後呢 第二部分要介紹的 有兩顆邏輯閘 那這兩顆邏輯閘 稱之為是Universal Gate 也就是所謂通用閘 所以通用閘的部分 有兩顆邏輯閘 我們要介紹 那最後還有兩顆邏輯閘 要介紹 也就藍色筆所圈起來 這兩顆邏輯閘 exclusive no 那 那 嚴格來講 藍色筆所圈起來的這兩顆邏輯閘 嚴格來講 它不應該稱之為邏輯閘 在後面章節我們會提到 應該是在第五章的時候會講到 那事實上呢 exclusive all跟exclusive no 都已經是一個邏輯線路了 換句話說 exclusive all需要用到兩顆m的邏輯閘 還要需要一顆 all邏輯閘 還需要兩顆m的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線路做出來的 所以嚴格來講 藍色筆所圈起來這兩顆邏輯閘 是沒有資格稱之為邏輯閘 它已經是一個邏輯的線路了 因為它已經是由好幾顆邏輯閘 所構成的一個線路了 但是因為這個線路很重要 出現的頻率非常的高 所以這個線路都已經做成現成的IC 提供給各位使用 那所以大家習慣上 就把它稱之為是個邏輯閘 所以各位要稍微了解一下 嚴格來講它不是邏輯閘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照著這一頁投影片 所列出來的這七顆邏輯閘 順序再介紹 那事實上各位在實習課 應該也都幾乎都碰過了 上禮拜的實習課 應該已經有介紹了 紅筆所圈起來的 我只是寫個上 代表上禮拜的實習課 應該已經有介紹到 exclusiveAll跟exclusiveNo 這兩顆邏輯閘 那麼在上禮拜的實習課 應該是已經介紹過了 通用閘這兩顆 在更上禮拜的實習課 應該已經介紹了 這三個基本的邏輯閘 所以基本上各位在實習課 這七顆邏輯閘 都已經接觸過了 那事實上再更往前追溯的話 各位上學期的計算機概論 對這些邏輯閘 應該也有做了最基本的簡介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這一張所要介紹的內容 對各位來講的話 我今天開始的介紹 對各位來講 已經是第三次了 已經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依善的計算機概論 第二次是前面幾週的實習課 那第三次就是我們正課開始講 所以基本上我這七顆邏輯閘的介紹說 相當於我會跟各位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介紹 但是也因為先前實習課 跟上學期的計算機概論 都已經接觸過 所以我會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介紹 但是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好那接下去我們就按照 這些同源辨員所列出來的 這七顆邏輯閘按順序的介紹 那預定今天我們會介紹 基本邏輯閘的這三顆 第一顆inverter 也就所謂not邏輯閘 我們很少稱之為not邏輯閘 我們比較常用的名稱是把它稱之為是inverter 那第二顆是and邏輯閘 那第三顆是over邏輯閘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第一顆基本邏輯閘 那第一顆基本邏輯閘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它就是所謂這個not邏輯閘 not gate 那not邏輯閘 我們很少用not gate來稱呼它 我們常用的名詞是用inverter來稱呼 那中文是翻譯為所謂這個反閘 反閘,inverter,反閘 那一個inverter反閘 它的標準的邏輯符號圖的畫法 在螢幕的下半部的地方 也就是要畫出一個三角形再接上一個圓圈 那基本上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是要畫出這個圓圈 那這個圓圈不管你是把它畫在輸入端還是畫在輸出端都可以 但是用來表達一個inverter的這個邏輯符號圖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這個圓圈 那事實上各位在以後看任何邏輯線路圖 一個邏輯線路圖裡面任何一個地方只要出現這個圓圈的話 基本上就是對應到有一個inverter反閘的功能在那個地方 那這是inverter的邏輯符號圖正確畫法 課本上面的圖三之一 那反閘是一個單輸入的邏輯閘 反閘是一個單輸入的邏輯閘 它的輸入端只有一條線 那反閘會執行怎樣的一個運算呢 也就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基本上反閘它會執行的功能呢 就是說邏輯運算裡面所講的inverter 邏輯運算裡面所講inverter 那所謂邏輯運算裡面所講inverter 簡單的來比喻的話 就是說高電位會變成低電位 或者是低電位會變成高電位 也就是一個完全是個顛倒的一個狀況inverter 那也可以稱之為說在執行邏輯運算裡面的complementation 補數的運算 也就是說用0跟1表示的話 0變成1,1變成0 一個補數的運算 所以反閘是執行邏輯運算裡面的inverter 或者稱之為邏輯運算裡面的complementation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反閘它所執行的運算是一種inverter 或者稱之為complementation 那換句話說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輸入端是低電位的話 那麼輸出端就會是高電位 或者說如果輸入端是高電位的話 那麼輸出端就會是低電位 那這個就是所謂這個上面這一點所講的inverter的意思 或者說是complementation的意思 那這個反閘它會具有的功能 那反閘的功能呢 除了用這些投影片所講到的這種文字的敘述之外呢 那如果用其他的方法來表達反閘的功能的話 我們常用會用哪兩種方法呢 一個是會用真指表truth table 一個會用所謂真指表truth table 那另外一個我們會用布林代數的數學式字 或者稱之為是邏輯的一個數學式字 來表達反閘 所以各位從現在開始呢 不管是哪一顆邏輯雜 我們這一章裡面所要介紹的七顆邏輯雜 基本上我每顆邏輯雜 在介紹的時候第一件事情 我會先跟各位講 邏輯雜的標準邏輯符號圖應該要怎麼畫 那第二件事情我會講的是邏輯雜 這些標準邏輯這些基本邏輯雜的功能是什麼 那當然這些功能主要是先用文字的表達 它的功能 那用文字表達功能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去就是會介紹真指表 跟這個邏輯的數學式字 如何用一個正確真指表 跟用一個正確的數學式字 來描述一顆邏輯雜 那碰到反雜的話呢 我們先介紹真指表 那反雜因為它只有一個輸入 所以真指表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只有兩列 就只有兩列 因為它只有一個輸入 它是單輸入 那我們知道說2的一次方是等於2 所以它只會出現兩列 它的真指表裡面只會出現兩列 兩個組合 那這兩個組合就是對應到 所有的輸入端會有怎樣的組合出現 那因為它只有一個輸入端 那這個輸入端呢 不是0就是1 代表的不是低電位 就是高電位 那我們剛才講的反雜它的功能 就是inverging完全顛倒 或者是complementation補數 所以輸入低電位輸出高電位 輸入高電位輸出低電位 那這就是一個反雜的真指表 藍色筆所圈起來的這個部分 就所謂一個反雜的真指表 科本上面表格3至1 那反雜的數學式子是什麼 我們上一頁童編有講 反雜它所執行的邏輯運算 可以稱之為是一種 所謂補數的運算 那基本上就把0變成1 1變成0 那補數的運算 在邏輯的數學式子裡面 我們就是用一個橫桿來表示 一般來講 我們就稱之把它唸成 唸為bar 也就是用這個橫桿來表示 英文把它唸成是個bar 所以呢 今天輸出端 如果我們用x表示 輸入端 我們用a表示的話 那麼一顆反雜 就告訴我們說 a bar會等於x 那麼這就是用來描述 一個反雜的數學式子 那如果各位呢 把這個數據帶進去的話 就蹲到底下 紅色鏡頭所指的這樣個狀況 0 bar等於1 或者是1 bar等於0 也就是 反雜的輸入 如果是低電位 那輸出會高電位 輸入如果高電位 那輸出就會是低電位 好 那這兩頁的投影篇介紹 就是反雜的一個基本的介紹 那重點有幾樣事情 不管是哪一顆邏輯雜 我們在介紹的時候 也是各位同學 重點必須要知道就是說 每一顆邏輯雜 它到底是在 執行怎樣的一個運算 如果以文字來描述的話 它是在執行怎樣的一個運算 那執行這個運算的話 它的輸入跟輸出之間會有什麼關係 第二個紅色箭頭所講的這句話 有怎樣的輸入的時候 就會有怎樣的輸出 這個是每一顆邏輯雜 各位一定都要記得的事情 然後呢 每一顆邏輯雜的正確的邏輯符號的畫法 也一定要會 然後呢 接下來這頁投影篇就是說 每一顆邏輯雜的正確的真值表 跟每一顆邏輯雜的正確的邏輯的數學式子 那這個基本上不管是哪一顆邏輯雜 那各位一定要記住的幾樣基本的事情 好 那返輪的基本的定義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返輪的例子 那我們先看看課本上面例題三之一 那例題三之一是給各位 假設有一顆返輪 這個返輪它的輸入端的波形 輸入端的波形 假設已經知道 那請各位用timing diagram 時序圖 把這個輸出端的波形正確的表達出來 用時序圖把這個輸出端波形正確表達出來 那我們先前在第一章也講過 什麼叫做時序圖 那基本上呢 你在畫這個時序圖的時候 已知的這個輸入端的波形 仍然還是要畫出來 然後呢 這個我們要去找的這個輸出端波形 當然你也要畫出來 那要放在一起 那麼哪一個邊對哪個邊要對齊 那這是所謂時序圖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的話 這個返輪的這個輸入端的波形已知 換句話說上面這個波形是已知 那目的地要去求解輸出端的波形 那我們知道說反雜所執行的運算 就是一種inversion 完全顛倒的運算 或者是稱之為complementation的一個運算 那換句話說 所有本來是高電位的 經過反雜之後會變成低電位 以及所有本來是低電位的 經過反雜之後會變成高電位 那這樣子我們很快的就可以把這個輸出端的波形 把它判斷出來 那這是例題三之一 那基本上是透過時序圖 分析一下反雜的輸出的波形 然後這個例子最主要是練習反雜 它是執行怎樣的運算 它具有怎樣的功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反雜的應用的例子 反雜的應用的例子 那反雜應用例子請各位看圖三之七 那圖三之七呢 是要請各位設計一個線路 那這個線路也就是我現在用紅筆所圈起來的這個部分的線路 請各位把紅筆所圈起來這個部分的線路設計出來 那這個線路呢 會有幾個輸入端 我們現在用藍色筆所標示的 它會有八個輸入 八條線 那八條線代表說我們輸入的是一個什麼 輸入的是一個八個位元大小的二進字的數字 然後這個線路呢 也是有輸出端也是有八條線 也是有八條線 那當然這八條線代表的也是一個八個位元的二進字的數字 那請各位設計這個線路 使得這個線路怎樣 使得這個線路呢 它的輸出端 所代表的這個八個位元的二進字的數字 會是什麼東西 會是什麼東西 會是這個輸入端的這個八個位元的二進字數字的什麼 的一的補數 它的這個一的補數 輸入端 所送進來的這個八個位元的二進字的這個數字 它的這個一的補數 會呈現在哪裡 會呈現在輸出端 這個地方 那請各位把這個線路設計出來 那知道說一的補數做什麼事情 如何去求的一的補數 一的補數就把所有的零換成一 所有的一換成零對不對 那正好是inversion的一個運算 那換句話說正好是一個什麼 反雜 那因為我們這裡是幾個位元的數字 八個位元的數字 每一個位元需要用到一顆反雜來執行 那八個位元需要幾顆 需要八顆 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紅色筆所圈起來這部分線路 就是用八顆反雜 所以你用八顆反雜 所做出來這個線路 可以做什麼事情 可以幫我們來計算 一個八個位元大小的二進位數字的 一的補數 可以幫我們把它計算出來 那這個課本上面圖 3-7所介紹的 這個反雜的應用的地方 最簡單最直接的應用地方 就是用來求一個二進位數字的 一的補數 那我們很快的就把反雜介紹完畢 所以反雜我們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同學沒有問題 反雜的部分inverter 那反雜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介紹第二顆基本邏輯雜 稱之為是endgate 那endgate中文 我們一般把它翻譯為所謂集雜 集雜 那一個endgate的標準邏輯符號的畫法 課本上面圖8-3 這個輸入端的部分是一條直線 輸入端的部分是一條直線 那麼輸出端的部分 這裡畫出來的畫呢 是一個半圓 是一個半圓 這是它的一個標準的邏輯符號圖 的一個畫法 那集雜endgate 它是一個多輸入的邏輯雜 也就是說它的輸入端可以有兩個 或者是兩個以上的輸入端 那在這裡這幾頁投影片的介紹 我們都只拿兩個輸入端的集雜 來說明 所以集雜是多輸入的一個邏輯雜 那集雜會具有怎樣的一個功能 那基本上呢 各位只要看到集雜這個符號 你在敘述它的輸入跟輸出之間的功能時候 一定會對應到一段文字 哪一段文字 就是我現在紅筆 現在所圈起來的這一段文字 你只要看到集雜符號 絕對是對應到這一段文字 那這一段文字的關鍵點在哪裡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端怎麼樣怎麼樣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端 那基本上呢 集雜endgate它的功能是這樣子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端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的輸出才會是高電位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的輸出才會是高電位 否則就是低電位 那了解了這個文字的敘述的功能 也就是說這個集雜的功能 我們用這樣一個文字敘述之後呢 那麼集雜的真子表 應該就能夠正確的把它寫出來 在課本上面的這個表格三至二的地方 集雜的真子表 那這個真子表是一個兩個輸入端 我們用兩個輸入端的集雜來做說明 那兩個輸入端的話 二的四次方是等於四 所以這個真子表總共會有四列 也就是會有四個組合 那這四個組合就是把兩個輸入端 所有會發生的狀況通通列出來 所有會發生的狀況通通列出來 那我剛才講呢 集雜只有當所有的輸入端是高電位的時候 就像紅筆圈起來的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端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的輸出才會送出高電位 否則都是什麼 否則通通都是低電位 否則通通是低電位 所以這樣子 其實你只要關鍵的字眼記住的話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端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的輸出才會高電位 否則都是低電位 那這些關鍵的功能 你把它記住的話 那這個真子表很快的 我們就可以正確的把它寫出來 課本上面表格三至二 那這是真子表 那至於用怎樣的數學式子來表達集雜呢 我們回到三頁投影片來看一下 集雜所扮演的這個運算 對應到邏輯數學式子的話 是指乘法multiplication 也就是這些通文篇上所講的第二點 集雜所對應到的運算 是指乘法的運算 是指乘法的運算 好所以我們回到剛剛那頁投文篇來看 我們用兩個輸入的集雜為例子 來做說明的話 現在這兩個輸入我們分別用A跟B 這兩個變數來表示 然後呢它的輸出端用X這個變數來表示 那集雜所進行的邏輯的運算 就是一種乘法的運算 所以意思就是說用乘法來表示 輸入端的變數 相乘就會等於輸出端的變數 A乘以B會等於X 所以我們用乘法 在布林代數裡面 在這個邏輯的數學式子裡面 我們是用乘法來表達集雜 所以我們是用乘法來表達集雜 那如果各位把對應到真指表 這四個組合通通帶進去的話 也就紅色箭頭所指的這四個組合 0乘以0等於0 0乘以1等於0 1乘以0等於0 還有1乘以1等於1 那這個部分基本上 跟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用的 十進位的數字的乘法 是恰好還是一致的 那這是集雜的部分的基本的介紹 那集雜部分基本介紹 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集雜的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集雜例子 那我們看一下立題三至四 立題三至四是說 有一顆兩個輸入的集雜 那它的兩個輸入端的波形 通通已知 輸入端的波形通通已知 那請各位用時序圖 timing diagram 把這個輸出端的波形 正確的把它描述出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我們把這個底下這個時序圖 把它放大來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上面這兩個波形是輸入端的波形 是我們已知的輸入端的波形 那我目的地要去判斷這個輸出端的波形 輸出端波形 那集雜的功能我們剛剛講的 它最關鍵的如果用文字來敘述集雜的功能的話 最關鍵的字眼是什麼 只有當 only when 只有當 當什麼時候 所有的輸入端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端都是高電位時候 我們就用E來表示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端都是高電位的時候 只有在這個時候輸出端也才會送出高電位訊號 只有當所有的輸入是高電位時候 輸出端才會送出高電位訊號 那我們找一下 那我發現到我們現在用紅筆圈起來的這些時候 是兩個輸入通通是高電位 還有這個地方兩個輸入都是高電位 還有這個地方兩個輸入都是高電位 所以只有這三段 只有這三段是所有的輸入端是高電位 所以換句話說只有這三段 它的輸出會送出高電位訊號 否則是什麼 就是低電位訊號 也就其餘的部分 就是低電位訊號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輸出端的正確的波形 可以把它判斷出來 那這個是課本上面的例題3-4 那附近的例子3-3跟3-5都是相類似的例子 那3-3 3-5這兩個例子 各位就刻意的時候自行去練習 那這是急雜 我們所看的第一個例子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急雜的第二個例子 那急雜的第二個例子 那急雜的第二個例子是這樣子 那急雜有一個很基本的功能 那這個基本功能是什麼 如果今天請各位設計一個線路 我現在就用這個方框表示設計個線路 那這個線路呢有兩個輸入端 這兩個輸入端我們分別用A跟B表示 然後一個輸出端我們用X表示 那現在這兩個輸入端其中一個輸入端呢 我把它當作是一個控制端 我把它當作是個控制端 那這個控制端呢有一點 是要做什麼事情 好像控制一道門是打開還是關掉 這道門如果打開的話 我會讓A通過 也就是A通過之後就從X那條線出去 那如果這道門是關掉的話 我會把A給擋住 A擋住之後意思是說X有沒有東西出去 沒有就固定保持都是0 所以換句話說這控制端 我希望把它當作是一個控制端 但這個控制端B等於什麼東西 B如果等於1的時候 我希望怎樣 我希望這道門是打開的 打開的話意思也叫做輸出端 就會等於輸入端 A跟X是接通的 然後如果B是0的話 我希望這道門是關掉的 那關掉的話代表說A有沒有辦法通過 沒辦法通過 那這時候X沒有東西出去 永遠保持是低電位訊號 那這個時候其實 這個方寬什麼東西就可以完成 就是急渣 就是用急渣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用急渣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呢 那基本上各位只要把急渣的真值表拿出來看 各位只要把急渣的真值表拿出來看 那例如說這些投影片最底下這個圖 就是一個兩個速度端 假設這兩個速度端A跟B 速度端是X的這個急渣的真值表 我們剛剛講的 我希望把這個B當作是個控制端 對不對 當然這個B這個控制端 如果是等於1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A能夠通過送出去 對不對 那各位看一下B等於1的話真值表是對應到這兩個組合 那這兩個組合各位再看一下A跟X的關係 抱歉全錯地方了 A跟X的關係各位可以發現到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相等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發現到這裡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X就是等於A 也就相當A的訊號可以通過這道門是打開的 那如果呢 如果今天B這次控制的接角 你給他0的話 給他低電位訊號 我希望A這次接角訊號要把它擋住 擋住的話意思就是說他沒辦法送出去 那麼X永遠保持低電位訊號 我希望如此 那對照到底下看法B等於0 是哪兩個組合 這兩個組合 那各位可以發現到這個時候A 不管是等於多少 X永遠等於多少 X永遠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增值表很容易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解釋完畢之後 我們回到這個應用例子 這應用例子是這樣子 現在給各位一個波形 請各位在實驗室裡面做實驗 想辦法把這個波形的頻率判斷出來 那我只給你什麼東西 我在實驗室裡面只給你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是什麼 第一樣東西給你一顆疾雜 第二樣東西給你一個技術器 第三樣東西我給你一個訊號產生器 第三樣東西我給你一個訊號產生器 我就只給你這三樣東西 請你在實驗室裡面做實驗 去把這個波形的頻率判斷出來 你要怎麼做 我就只給你這三樣東西 我就只給你這三樣東西 你到實驗室裡面去做實驗 你去把藍色比所圈起來的這個波形頻率 給我判斷出來 那怎麼做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用一個集閘 那這個集閘呢 其中一個輸入端就是把這個波形的輸入丟進去 另外一個輸入端接什麼東西 這個輸入端就是控制端 我們剛剛所講的控制端 那這控制端呢 基本上就是透過訊號產生器 我在實驗室裡面給你訊號產生器 那你可以用這個訊號產生器 去製造出一個波形 基本上給這個訊號產生器 你可以製造出這個波形出來 那這個波形 你就是把它接到另外一隻接角 當作控制接角 那你可以去調訊號產生器 那這個訊號產生器 會幫你產生 就只產生一個脈衝 然後這個脈衝的寬度是多寬 這個脈衝寬度呢 你在訊號產生器上面可以去調 寬度就是一秒鐘 那我剛剛講呢 我現在把這個集閘當作是一道門 這道門就是透過藍色筆 所標示的這個控制端 來控制這道門是打開關掉 當然它是高電位的時候會打開 那請問一下它維持在高電位維持多久 一秒鐘而已對不對 所以它只有一秒鐘打開 所以換句話說 只有一秒鐘的波形會通過 只有一秒鐘的波形它會通過 其他的波形都被擋掉了 其他的波形通通被擋掉了 好所以經過這個集閘之後呢 我們過濾出來 就只過濾出 只有一秒鐘的波形把它過濾出來 所以剩下的事情 各位就想辦法去數 在這一秒鐘之內出現多少個脈衝 我們講過頻率的單位是什麼 頻率的單位是核子 核子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一秒鐘之內有出現多少個脈衝對不對 所以最後一件事情 各位就是把這個集閘的輸出的這個波形 把它丟到技術器 我剛才講我給你一顆技術器 丟到技術器 那這個技術器就可以去技術了 有多少個脈衝出現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頻率找出來 對不對 好那這是在科粉上面圖3-16 所介紹的一個集閘的一個應用的例子 好那接著我們再看集閘另外一個應用例子 在圖3-17 這個例子是請各位設計一個線路 這個線路是我現在紅筆所圈起來這個部分這個線路 你要去把它設計出來 這個線路做什麼事情 車子裡面的一個警告的系統 這個警告的系統要警告什麼東西 你駕駛員坐上駕駛座之後 把安全帶板上去 然後電門打開引擎發動 引擎發動之後這個線路會檢查 駕駛員安全帶是否真的有板上去 是否真的扣上去 但是他只檢查30秒鐘 如果在這30秒鐘之內發現駕駛員安全帶 裡面扣散的話 會有一個聲音的警告的系統會啟動 那當然如果這個駕駛員很皮 30秒鐘都不甩他過了30秒鐘之後 這個系統也不管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給各位幾樣東西 第一個 這個引擎的開關上面會裝一個感測器 會裝一個感測器 這個感測器會感應什麼東西 會說如果你引擎有發動的話 感測器會送出一個高電位的訊號 那如果引擎沒有發動引擎是關掉的話 感測器會送出一個低電位訊號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汽車的這個鑰匙孔 那個地方鑽這樣的一個感測器 這是第一個提供給各位的一個感測器 第二個也會再安裝另外一個感測器 另外這個感測器是安裝在這個安全帶 扣起來的那個地方 他如果發現安全帶有扣起來的話 這個感測器會送出低電位訊號 那如果他發現安全帶是沒有扣起來的話 這個感測器會送出高電位訊號 這是第二個感測器 另外也給各位一個技術器Timer 這個Timer基本上只要你引擎一發動 他就會啟動這個技術器 計時器抱歉講錯是計時器一個Timer 那麼這個Timer呢 他只會計時30秒鐘 那換句話說他會送出一個脈衝出去 這個脈衝只有維持30秒鐘的高電位訊號 那給各位這三個元件 最後再給各位最後一個元件 那最後一個元件呢 就是說有一個警告的系統 這個警告的系統 如果假設有一個高電位的訊號送進去的話 就會啟動這個警告的系統 那這個警告系統會發出聲音 警告駕駛員 好 那給各位這些元件之後呢 請問一下這個線路要怎麼做 那事實上只要用一個擊閘就可以 需要用三個輸入的擊閘 因為你必須要把這三個 兩個感測器 還有這個計時器 這三條線通通要接到這個擊閘 然後擊閘的輸出端去驅動這個警告的系統 那為什麼用擊閘就可以 各位看一下下一頁投影片的說明 因為我們知道什麼事情 請問一下 只有在什麼時候 這個警告的系統要啟動 只有在什麼時候 第一件事情引擎要發動 這是第一件事情 引擎要發動 第二件事情什麼 安全帶沒有扣散 安全帶沒有扣散 第三件事情是什麼 第三件事情是計時器還在跑 意思也就是說 只檢查30秒鐘 關鍵字是什麼 只有當only when 那這是只有當這三樣事情同時發生的時候 這個警告系統才會啟動 那最後再看一下 我們所使用的感測元件 引擎如果發動會送出什麼樣的電位訊號 高電位訊號 高電位訊號 我只寫個H 然後三頁投影片有講 安全帶所安裝的感測器 如果安全帶沒有扣散的話 是送出高電位訊號 三頁投影片也跟各位介紹了 計時器30秒鐘還沒到的話 是送出高電位訊號 那這也就是對應到底下這句話的由來 只有單所有的速度端是高電位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警告系統什麼時候會啟動 要給它一個高電位的訊號才會啟動 也就是說你這個線路必須送出高電位訊號才會啟動 所以經過這樣分析之後 中間這句話告訴我們說要用什麼 只有單所有的輸入是高電位時候 輸出必須是高電位 那這是什麼 擊閘 那這就解釋了 這個例子 為什麼我們要用擊閘 好 那有關擊閘的部分介紹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那擊閘的部分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介紹第三顆基本邏輯閘 all gate all gate中文 我們稱之為貨閘 那貨閘 它的標準的邏輯符號圖的畫法 輸入端是一個圓弧 輸入端基本上是一個圓弧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它的輸出端標準的畫法 輸出端標準畫法是兩個圓弧 那這兩個圓弧呢 那這兩個圓弧呢 在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夾角 這是標準的畫法 不過通常大部分人偷懶的畫 輸出端怎麼畫 只畫一個半圓 那不過標準的畫法應該是要這樣子畫 那貨閘呢 也是一個多輸入的邏輯閘 它的輸入端可以有兩個或者是兩個以上的輸入端 好那我們看一下貨閘的功能 第三點 各位只要看到貨閘這個符號 絕對會對應到一串關鍵的字 哪一串 當任意的輸入端怎麼樣怎麼樣 你只要看到貨閘這個符號 那絕對是對應到這一串文字 當任意一個輸入端如何如何 那基本上貨閘是怎樣 當然只要有任意一個輸入端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的輸出會是高電位 或者是低電位 那如果各位把貨閘這個關鍵的這個 也就是說它輸入輸出之間的對應的關鍵字眼 就是像螢幕上面我有標示這關鍵字眼 能夠記住的話 那它的真值表很容易你就可以寫出來 各位上面表格三之五 兩個輸入的貨閘 兩個輸入貨閘 那基本上剛剛講的 只要有當任意一個輸入 當任意一個輸入是高電位 現在紅壁手圈起來了 當任意一個輸入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的輸出就會是什麼 它的輸出就會是高電位 那否則是低電位 當然低電位就只剩下一個組合而已 那這就是貨閘 當任意一個輸入是高電位的時候 輸出就會是高電位 否則是低電位 那這科文上表格三之五就是貨閘的真值表 那貨閘所對應到的邏輯運算是指什麼 我們回到三頁投影片的第二點有告訴各位 貨閘所對應到的邏輯運算是指加法 addition 是指加法 或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要用一個邏輯的數學式子來描述貨閘的話 是用加法來描述 是用加法來描述 那換句話說呢 如果假設兩個輸入端分別用A跟B表示 輸出端用X表示的話 那麼我們就是用加法來描述貨閘 A加B會等於X 那各位再看一下 如果各位把這個真值表四個組合帶進去的話 就是對應到紅色箭頭所指的這四個狀況 0加0會等於0 0加1會等於1 那最重要要注意最後一個1加1是等於1 這個跟我們一般實境位數字系統裡面加法是不一樣 在邏輯的加法裡面1加1是等於1 因為這裡的加代表是貨閘 1加1代表的是兩個輸入的貨閘 它的兩個輸入都是高點位 那等於1代表說它的輸出是高點位 好那這是貨閘的真值表 表格3-5 還有貨閘的數學式子 是用加法來表示 這個數學式子各位在圖3-24的地方 應該可以找到 好那貨閘的基本的介紹 好講完之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貨閘的例子 那立體3-7 3-8 3-9 都是相類似的例子 那在這裡我們課長上面 只跟各位解釋立體3-8 立體3-8 一個兩個輸入的貨閘 它的兩個輸入端的波形 完全都已經知道 那請各位用Timing diagram 時序圖把這個貨閘的輸出端的波形 正確的表達出來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時序圖 我們來說明一下這個時序圖 那這個時序圖呢 代表是一個兩個輸入的貨閘 那換句話說最上面這兩個波形 是兩個輸入端的波形 題目已經告訴我們是已知 那我目的地要去判斷底下這個波形 輸出端的波形 那貨閘它的輸入輸出 也就貨閘的功能 關鍵字也是什麼 當任意 關鍵字是這個any 任意 當任意一個輸入 當任意一個輸入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的輸出 它的輸出會是高電位 那各位看一下 這有兩個輸入 所以所有的高電位 你通通把它抓出來任意 所有的高電位 你通通把它抓出來 只要任意一個輸入端有高電位 它的輸出端就會送出什麼 就會送出高電位 那這樣子呢 什麼地方會是高電位 我們就把它判斷出來了 那其餘的部分就會什麼 其餘剩下的部分 就會是低電位訊號 那這就是課本上面的這個例題 3-8 兩個輸入的貨閘 輸入端的波形完全一致 請你判斷一下輸出端的波形 那這貨閘 我們所看的第一個例子 那接下去一個例子呢 我們是要看這個貨閘的應用的例子 在課本上面圖3-25 圖3-25 那課本上面圖3-25 這個例子是說請各位做出一個很簡單的 intruging detection system 所謂侵入偵測系統 侵入偵測系統 如果按照這個英文字直接翻譯過來的話 是侵入偵測系統 我們一般中文都稱這個什麼 保全系統 保全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會在這個房子裡面的所有的門 跟所有的窗都安裝上感測器 對不對 只要有任何一道門任何一道窗戶被打開 那麼就會啟動保全的這個系統 那麼現在呢 我們假設在每一道門上面都有安裝一個感測器 每一道門或者是每一道窗戶上面都有安裝一個感測器 那這感測器的規格 我們假設是這樣的一個規格 如果這個門是關著的狀況的話 感測器會送出低電位訊號 那如果這個門是被打開的話 感測器會送出高電位的訊號 每一道門我們都裝上這樣的一個感測器 那另外呢也給各位一個線路 那這個線路是什麼 就是這個警報的系統 那這個警報系統呢 我們假設說如果有一個高電位訊號送進去的話 會啟動這個警報線路 那這個警報線路 例如可能會 會啟動一個非常響亮的警報的聲音對不對 也有可能會啟動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保全系統是透過連線對不對 他可能會自動打電話到保全公司的總部去的對不對 或者說自動打電話到警察局去的 好 那這樣子之後請問一下這個線路要怎麼設計 那基本上這個線路呢 你如果假設有三道門的話 那當然要安裝三個感測器 那基本上你就是需要三個輸入的貨砸 那為什麼用貨砸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分析 警報器什麼時候要啟動 警報器 基本上關鍵字眼是什麼 只要有任何一道門 任何一道門被打開 你警報器 保全系統就要被啟動了 然後各位再看一下 我們上一頁投影邊有講 門被打開窗戶被打開 所安裝的感測器是送出什麼訊號 高電位訊號 然後我們上一頁投影邊有講 我們所提供給各位的這個警鈴這個警報系統 是要用什麼訊號才有辦法啟動它 高電位訊號 然後最後一件事情這個關鍵字不能變 當任何一個 當任何一個這個關鍵字你不能變 那最後換句話說 從中間這一句話各位就可以看到 當任意一個輸入是高電位的時候 輸出是高電位 那這是什麼東西 破綻 是破綻 所以基本上這幾個例子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第一步做什麼事情 你用文字去敘述 你這個線路需要具有怎樣的功能 對不對 第二步做什麼事情 根據我們所用的感測器 這個感測器對應過來的話 到底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對不對 以及我們最後要去驅動的這個線路 最後我們要去驅動這個線路 到底是用高電位驅動還是低電位驅動 你把它對應下來 那對應下來之後呢 基本上也就第二步你就知道 我這個線路的輸入端跟輸出端 那必須要滿足怎樣的功能 那當然根據這個功能 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來 第三步得到答案 用怎樣的邏輯砸 好 那貨輸我們介紹到這裡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個地方